本来大都督也怕他被人取走吗 首府不方便做的事 本都帮首府做了 怎么听不见首府道一声感谢 反倒来质问我 据说大都督与他相识 也是因为他半路曾救过大都督 在周成的时候和他相处很融洽 他逃婚避难时有大都督替他兜着 纵容他利用大都督之民行便宜之事 大抵那时还只是因为他在大都督手上还大有用处吧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将自己的随身之物留给一个女子 所以高都督从中千桥搭线 让他认了都指挥时蔡征做义父 为家靠不住 我另外给他寻个靠山 首府不满意 蔡征是大都督的左膀右臂 将来我若动他 不是坏我姻缘吗 大都督这招伟实够狠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想得到一样 就须得失去另一样 如若首府不在乎 这招也治不住你 早在苏玉回京升任首府更血换党时 高景也没有闲着 他把卫京妥善安排在自己这一边 就是为了应对将来 那么不正式一案呢 大都督一心想要对付我 何须帮他兜着祸事 若是将他当作凶手抓起来 再把消息传给我 我定人会想方设法地把他弄出来 不就如大都督的意 破绽摆出了吗 但是大都督却把他藏了起来 据说那日在房里还与一女子欢好 那女子是未亲 前阵子首府与神秘女子纠缠不清的是 本都也没过问过首府的私事 首府却对本都的私事如此感兴趣 看样子也不尽是利用 起码大都督还有付出过 真真假假的事 谁能说得惊呢 大都督就不怕我一笔知道还之 那就要看看我是否和首府一样舍不得 如若有一天 我舍得伤他了呢 等到了那一天 你就知道了 下午 明妃娘娘到敬意地请宫来 想跟魏卿学习给皇帝按摩推拿的手法 魏卿魏家推辞 让一名宫女趴我 手把手地交起了明妃 明妃学得十分认真 直到手法熟人一些后才停下 以后有娘娘为皇上解牢 也就用不上臣女了 岂会用不上 若不是你 皇上这阵子身体不会有如此大的改善 清清 你可是立了大功 这都是臣女的分内之事 明妃心里也清楚 光是说这些没有用 魏卿肯将自己的皇帝信赖的记忆传授给她 等于是把圣券都转移给了她 牺牲的利益可不小 清清 你这般为皇上和本宫着想 可有想要的 若是有 就说出来 只要本宫能做到的 定当成全你 娘娘为皇上分忧解牢用不上臣女 但臣女还想继续为后宫娘娘们分忧解牢 娘娘们不是希望太医院 能有一位出入方便的女太医 为她们调理身子吗 臣女想试试 你是尚书家的小姐 不好好享福 怎能去当太医伺候别人 况且太医官职不高 又尚未有女子任职 太医院里一英都是男子 要是允你进去 只怕魏尚书还会觉得辱没了你 不等魏卿说话 明妃又劝道 清清 你要是不喜欢魏家 本宫可以做主 让你尽早嫁个好归宿 前些日本宫听闻荣安侯家就有这一项 荣安侯还去请三皇子做主了 这京城里侯门贵府多的事 必不让你受委屈 你何必要如此 娘娘 臣女已经不是当年的魏卿了 母亲已不在 尿家也没落 臣女靠不了别人 唯有靠自己 娘娘觉得 家父会为臣女责良序吗 家父只会为魏家责良序 而不会在乎臣女愿意与否 清清 有本宫为你做主 她打 方才娘娘问起臣女想要什么 臣女唯有此愿 母妃 我觉得此事可行 这样一来 魏卿就可以时常与我为伴了 空前有我在 太医院里哪个敢欺负魏卿 此事就算本宫同意 皇上也未必同意 这对后宫娘娘们哪好事一桩 臣女也会竭尽所能为明妃娘娘服务 魏卿这话提点了明妃 此事无需她出头 只需要取得后宫妃嫔们的支持 得皇帝同意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 最主要的是魏卿表明会与明妃站在一处 这对明妃来说多有注意 你这孩子脾气跟你娘一样绝 罢了 本宫试试吧 能成则成 魏卿回到封小院后 把自己院里的东西清点锁进了柜子里 小姐把东西都锁在里面 是不打算碰了吗 是啊 等以后有了新的住所 再搬过去 小姐要搬走 我若搬走 你与我一起吗 那自然是要的 魏慈叔这边 没等着荣安侯府的人来商定婚事 却等来了宫里的那时间 咱家来 是来传皇上口谕的 奉皇上口谕 二小姐医术超群 能治皇上多年至顽疾 又能理后宫娘娘们多种症候 如此一采 皇上甚为欣赏 现有一桌二小姐进太医院 所以派咱家先来问问魏尚书和二小姐的意思 魏卿要是进了太医院 能不能得圣宠还不知道 但眼下想借她的婚事 再网上夸两步的是铁钉式泡汤了 那些后门大户要取的是深入简出的大家闺秀 可不是个在太医院里扎堆的女太医 当她从太医院出来 兴许早成了个老姑娘了 那时候还有什么价值 魏慈叔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面上做出为难之色缓缓开口道 实不相瞒 小女如今到了一家之岭 正准备一家 恐怕 请公公务必回皇上的话 能进太医院侍奉皇上和娘娘 是臣女的荣幸 臣女定当竭尽所能 为皇上效力 魏慈叔怒动魏青一眼 又不敢当面斥责 忙对内侍奸道 公公限量 小女年又不懂事 既然二小姐同意了 咱家这便回宫复命 任令过两日就会下来 届时还请二小姐进宫入职 多谢公公 等把宫人送走以后 魏慈叔和老夫人就气呼呼地进了屋 魏穷居故作忧虑道 二妹 那太医院里的太医应该都是男子吧 二妹一个姑娘进去 不碍事吗 是啊 就算在太医院里没有什么 可那么多男子在一起 说出来也总是不太好听 魏青 你给我滚进来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魏父没有答应的事 你竟敢擅自硬撑下来 进宫做太医是我的事 答应与否也应该是由我自己做主 得 你自己丢人现眼也就罢了 以后魏父如何抬得起头来 难道在父亲眼中 进宫做太医是奉皇上 是一件丢脸的事 立应礼 逆女 无妨 反正我也从来没顺过 魏青 还不放了你爹 你若不进宫 你的婚事今年就能定下来 好好地当个贵夫人有何不好 非得要这样做解你自己 我早提醒过祖母 我的个人是由我自己做主 祖母和父亲原来没当一回事吗 既然不当回事 那我也只好随机应变了呀 魏青说完 转身走出了厅堂 回了封小院 一兰才小心翼翼地问 二小姐早就知道 要进宫做太医了是吗 啊 皇上今天不是来找台阶下了吗 那奴婢 自然是作为我的钥匙一起进宫去 不然你想继续留在这里 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吗 奴婢 这就去检查一遍 事已至此 无法再有转环之地了 真要是和魏青彻底闹僵了 对魏家也没有好处 如若魏青当了太医之后 拨得皇帝的信赖和倚重 你现在要是放弃他了 不就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 既然魏青的婚事无法给我助理 那只能从别的方面入手 好 好